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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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穿得獨特 又不想花錢購買 由業者推出 以租代買的服務 彷彿衣服圖書館 只要在專屬網站上 選取自己想要的款式 點選尺寬就能宅配到家 擔心尺寸不合 也能親自現場試穿 那上面也不是全黑嗎 他應該買不到 對啊 可以很 就是會很合身 對 沒錯 看你要不要吃牠的一件好啊 好啊 業者還有數位時尚管家 只要填一些問卷 利用大數據分析 電腦選出最適合你的衣服 市場有填一份我們的問卷嗎 就是我們的推薦問卷 對 那我們問卷出來的結果的話 是這三件這樣 對 別以為租借衣物都是廉價品 精品品牌可不少 像是巴黎世家CK等 每件價格至少上萬 但如今租回家 穿四天只要花個一兩千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要曾經擁有的租醫圖書館 概念是來自創辦人莉莉的自身經驗 當初是因為 我之前在香港工作的關係 那時候在金融業 那其實常常有非常多的場合 要必須穿到很多很正式的服裝 但是女生嘛 你同一件衣服 你不可能就是 一樣的洋裝就穿兩次或三次 就會覺得很尷尬 所以其實當時有觀察到說 其實現在這樣子的場合 越來越多 那很多女生她都會有相同的困擾 她也沒有辦法說 每次都花好幾萬塊買一件 只穿一次放在那邊也非常浪費 莉莉將女生的困擾化成商機 創立租衣平台 初期投資三百萬 營業至今七個月 預計一年就能回本 但精品服飾租借 清潔問題怎麼解決 我們自己有一個 自由的一個洗衣的品牌 那這個品牌的話 我們因為是洗衣一條龍 自己擁有的嘛 所以我們在服飾上面的掌握 它的清潔以及折舊等等的 這些掌握度就很高 減少購物後 卻只穿一兩次就棄枝衣櫥的 浪費行為 因為在快時尚的潮流下 失控的衣�實在太多了 除了用租衣取代買衣 還能從衣櫥對症下藥 整個衣櫥亂七八糟 衣服多到要用塞的 衣櫥空間就那麼大 硬塞只會拚命掉 如何割捨 衣櫥醫生幫你解決困擾 需要我的幫忙嗎 整理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難 白袍天使降臨 要開廚房治療衣� 但第一步不是教你怎麼整理 而是透過科學分析 了解你的需求 那我先幫你量你的臉藏 你是屬於就是五官給人感覺 比較輕巧的女生 所以其實你一定常常會 就是被人家覺得就是 好像會比你的實際年齡 看起來更小 解析後重新檢視衣櫥 想讓她恢復健康 首要步驟就是要學會放下 所以這個顏色算很美 嗯 所以這個顏色算很美 我只能捨棄了 對 好 很亮耶 你要帶回家嗎 沒有 你丟那些服會不會行得 完全不會再太好了 就是有人告訴我說 可以把這些衣服丟掉 對我本來也就覺得他們不適合了 那有人鼓勵了我 那我覺得太好了 衣櫥醫生到府服務 一個小時收費一千二到兩千元不等 每個案件基本時數四個小時 挽救快時尚帶來的消費災難 因為像是綠色和平組織 針對台灣二十到四十五歲的民眾調查發現 每年有四百二十萬件的褲子被丟棄 每分鐘丟掉九點九件的衣服 一年下來被拋棄的鞋子 更高達五百四十萬雙 快速時尚的品牌 他們已經不是把生產線 劃分為四季春夏秋冬 其實他們的要求就是每一個禮拜 都要有新的產品產出 不想再讓地球無法喘息 看準快時尚之下的浪費商機 意外讓衣櫥醫生跟共享租醫 成為未來趨勢